Hello 大家好 我是静景 今天我们开的这台车给你两个关键词 你绝对能猜出来它是什么车 一个它是XRV的姊妹车型 再一个就是销量王者 它就是广汽本田的宾志 这台车从14年到现在 8年的时间了就没有换过代 因为人家卖的好呀 一直销量都非常的高 但是近几年肯定是受到了自主品牌 包括新能源新势力等等车型的 很多各方面的压力吧 所以自己感觉也坐不住了 终于换代了 这次呢新款的宾志在外观上 可以说是进行了一个大道阔斧的改变 看着这台车跟原来那台车 就完全不是一台车了 这个颜色呢 是新增的一个叫藤花籽的颜色 名字听着很有诗意 而且呢它是一种比较温柔的紫色 还挺适合小姐姐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五种颜色可以选 而且还有两种拼色 像我们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黑拼紫的颜色 那这代车型的外观设计上 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就是这儿用了一个无边框的进气格杉 它里面的这种横向的饰条 也是跟车身同色的 非常的密 而且呢这个镀铬饰条这一条 跟车灯也是连在了一起 整个形成了一个融汇贯通 非常统一的感觉 不过就是我看到这个格杉呢 我总是能看到一些 其他车型的影子 你们觉得呢 别瞎说啊 车侧的一个改变呢 在于尺寸和线条 首先你看这个线条啊 更加的平直 更加的柔和了 相比起上一代 那个有点溜背式的感觉 这个就会比较的常规 比较的大气 那另外呢 就是它的尺寸 整体这台车在轴距上 是没有变化的 但是呢 它是车长 加长了一点 车宽宽了一点 然后车高呢 矮了一点 现在视觉上来看 我觉得要比上一代车型 看着更显大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这台车 是一个高配的车型 所以它用了一个 18寸的轮毂 还配了一个 马牌UC6的轮胎 这个轮胎呢 主打家用舒适静音 这个还是比较下本的啊 那如果低配车型的话 就是一个17寸的轮毂了 尾部的造型呢 跟它的紫背车型 XRV是差不多一样的 用上一个贯穿尾灯 虽然说这个贯穿尾灯 在时下 已经不算是一个 特别新颖的一个设计了 但是如果跟它 上一代车型相比的话 还是非常与时俱进的 那打开后备箱看一下 打开后备箱之后呢 它空间不算是特别的大 但是还是相对来 是比较规整的 而且做了一个 差不多有半个手掌 这么样的一个下探 对空间进行了一个拓展 后排的座椅 也可以进行四六比例的放倒 那掀开底下呢 是一个备胎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再一个我觉得 比较好玩的是这块 它这个遮物帘呢 是可以拿下来的 拿下来能放到哪呢 就是放到你后排上面 这个天幕上 去做一个遮阳帘的作用 这个我觉得还是 一物两用 非常的方便 但是这个车呢 没有电动尾门 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 往下拉 还是稍微的有点吃力的 首先移坐到这台车里呢 你会感觉 它的视野非常的通透 这个对于新手司机来说 还是比较友好的 它通过几个小的细节 去调整了整个 你的视野的通透度 一个就是主架 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它是垂直抬高了 10毫米的 还有就是你发现 它那个雨刷 现在变成了一个 隐藏式的雨刷 你在车内是看不见的 再一个就是机舱盖 也是跟你的视线 基本上平行的 不会阻挡你的视线 还有就是外后视镜 后移了一点点 那通过这些小小的设计呢 就会让你感觉 视觉上非常的通透 同时呢 也会提高你的驾驶安全性 那另外呢 就是面前是一块 7英寸的液晶仪表 然后这边是一个 9英寸的中共屏幕 那这里面呢 也是搭载了 Honda Connect 3.0 现在本田 基本上所有的车机 都用上了 3.0这个系统了 而且它可以进行 在线OTA的升级 未来也是可以 持续不断的更新的 而且还可以通过 手机远程的进行控制 那目前看到 现在上面的功能呢 是只有百度的Car Life 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导航啊音乐之类的 这样的功能 我觉得如果 本田的这套车机 它能够再增加一些 更丰富的功能 更加的本土化 适合中国消费者一点 就会更好了 中共屏的下面 这块还是保留了 一些物理按键的 能够进行空调啊 这样的一些 比较简单的功能的 一些调节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方便 就是能够保证 你盲操的一个便利性 然后包括安全性 再往下呢 这儿有一个无线充电 这个配置还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呢 除了这个之外 我在这个车上 没有发现别的 什么输入性的配置 像现在特别冷的冬天吧 我们就需要一个座椅加热 但是这台车很可惜是没有的 还有呢 就是它的座椅的调节 也都是手动进行调节的 不过这个座椅的用料 我觉得还是比较顿式的 非常的舒服 就是调节起来 没有那么方便 后排呢 整个空间 我觉得表现还是不错的 腿部空间 头部空间 都是有一些余量的 我觉得小型SUV做到这样 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水平了 而且整个座椅的话 跟前排座椅 其实坐着的感觉差不多 都是属于比较舒服的那种 据官方介绍呢 这一代的车型 它会进行一些升级 比如说膝部空间 是增加了35毫米 还有就是靠背角度 增加了两度 不过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 如果我不给大家介绍的话 可能你坐到这儿 也不会感受出来 特别明显的差别 但坐着确实还是蛮舒服的 那接下来呢 看一下配置 首先我觉得有一个 区别对待的地方 就是我坐在的是 车辆的左后方的这个座位 我前面是没有那个支部道的 但是右边就有 而且它还有两个 一个大的 一个可以小的放手机的 我觉得这个 让我有点疑惑 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安全的问题 还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两边就不能坐的一样吗 那大家都知道呢 本田做空间还是非常厉害的 空间魔术师嘛 然后这个的座椅呢 也是可以像XRV一样 这样把座垫折过来 如果你在二排这块 要放一些东西的话 也是能放得了的 说实话啊 看上这台车的感觉 真的挺熟悉的 因为几个月前 我们刚刚试过新款的XRV 就这两台车的驾驶感受 几乎是一样的 毕竟是一奶同胞的车型嘛 那这台车呢 也是用了一个1.5升自吸的发动机 匹配CVT的变速箱 整个我觉得 它的油门踏板的脚感呢 非常的线性柔和 它很适合你 很温柔的 然后很佛系的去驾驶这辆车 如果你脚底下稍微施加一点力 然后它的这个动力响应 也是能够跟得上的 但是呢 如果你特别深的去踩 想要非常急的去加速的话 它就会显得有点乏力 尤其是你在速度上来 中后段的时候 就会显得有点吃力了 就这台车特别适合你在 城市当中去特别悠闲的 你也不着急 然后代步去开 如果你性格是特别急躁的那种的话 我觉得你开这台车 一定会很难受的 与它匹配的这台CVT的 无机变速箱呢 我觉得整个跟它的动力系统 融合的已经非常的融洽了 就是它们匹配的是非常好的 而且整个在换挡的逻辑 包括平顺性上做的也不错 那底盘的调降呢 也是非常偏向舒适家用这一挂的 整个对于路面上这种 稀碎的颠簸处理的也都非常的好 非常的舒服 NVH方面 尽管这一代的车型 其实在这上面下了不少的功夫 去做了一些换新和升级 但是我觉得现在它整体的表现 是风噪和胎噪意志的都还不错 不过发动机的噪音 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你稍微深踩一点 差不多 它的转速提的非常的快 差不多提到3000转左右的样子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发动机的这个噪音 很明显的能够传到座舱里面来了 那除了刚刚说到的那些方面呢 再一个就是驾驶辅助功能 它也是搭载了这个HONDA SINCE的这套系统 一些日常的 我们能够用得到的功能 也都是配备了的 那这台车呢 在11月30号的时候 也正式上市了 一共有三个车型版本 价格是132,900到152,900 那要说这台宾志呢 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 可以被称为是销量王者啊 但是随着这个时代在变化 消费者的口味呢 也会变得越来越挑剔 包括竞争对手给到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 那它是否还能够继续俘获 我们的芳心 然后包括能不能够延续 销量王者这个美誉呢 我觉得就拭目以待吧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的吃肉初见 我是静静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